最近應該沒有什麼事情吧 公子 我們等官宣喔 我們都看到身體還附有的了 等官宣才有什麼附和了 附和不了 打算今年都沒有任何桃花 看出來我目的這麼明顯是不是 FIREL我們那天記者會 我已經在城隍爺面前說 我希望我今年就是不要有桃花 然後讓我盡情的去 就是世界各地工作 然後我覺得他就有在幫我鋪上 那有時候那個藝人的桃花 他不是也是 就是說可以轉化成工作嗎 我就是用男朋友去換這樣子 反正已經五年沒有戀愛了 那我就也不差第六年這樣子 了解了解了 對 這我跟城隍也講 等到百瑞第三季拍完 我再有桃花 因為我怕製作人會找不到任何事 所以是戀愛腦的部分 了解了解了解